近日,一条名为《鹅梅山的猴子,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》的热搜引发网友关注。 2月27号,记者在四川鹅梅山景区青鹰阁生态猴区的观猴平台处看见, 游客们受限于隔空距离,无法直接接触野生藏球猴,只能远观并投尾食物。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,人猴分离管理确实已经在景区内推行,但却不是近期才开始的。 我们这个生态猴区是从2020年6月份开始推行的人猴分离, 现在实行人猴分离的区域就是我们在这里这个青鹰阁生态猴区, 因为这个区域猴子比较集中,有三群猴子在这个地方能流活动, 大概是一百多只,而且我们观猴的游客也比较多, 而且我们这个地形也符合这个人猴分离的地形。 记者在现场看见,所谓的人猴分离并不是通过防护网等装置将人与猴隔绝开来, 游客与猴群间依然保持着头位的互动。 以前我们的游客是可以从这个锁到,进入到这里面可以关猴的,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锁都是比较封闭的, 我们的游人只能在这边关猴,不能近距离和猴子接触了,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猴子活动的区域,我们这边新增了天梯, 吊锁,还有轮胎,供这个猴子游玩的东西很多, 那么我们猴子就在这边自由的活动,我们人在这边关猴, 我们有一道防护措施,如果猴子翻过来的话, 我们有工作人员保护游客的,会把猴子赶过来。 现场不少游客都是第一次来到峨眉山景区关猴, 他们在了解到景区推行人猴分离管理的方式及背后原因后, 发表了不同的看法。 我觉得就是这种人猴分离的这种方式挺好的, 因为我们带小朋友来,首先家长考虑的是一个安全问题, 所以这种既解决了安全,然后又可以和野生猴子有一个很好的互动。 因为地理环境气候的问题吧,这里的阴天比较多, 能建筑比较比较远吧,然后还隔着一条水溪, 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近距离的去看到猴子, 而且喜欢拍照的,录视频的,他也没办法, 很清晰的就是能拍到,他就中途就减少了他接触的那种乐趣。 据了解,峨眉山景区共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, 藏球猴十四群,约582只。 人猴分离的管理模式在清阴阁猴区实行后, 该区域的猴子抢东西, 伤人的情况相比过去大幅度减少。 峨眉山的猴子属于藏球猴, 它的性格比较野蛮的,也比较凶猛, 它的重量有的重大45公斤, 自从我们人和分离过后, 我们的商人世界大大的降低了, 大概减少了七八成, 从今年开始,春节到现在, 我们也是零投诉,零商人, 没有发生一起猴子商人的事件。 我们建议游客到这春代猴去来关猴的时候, 只能投喂一些水果, 很自然的东西, 不要把事物放在手上, 把猴子引上来容易商人的。 峨眉山林业管理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, 猴群栖息距水源较近, 且坡度陡峭的多岩石山林区范围, 其游客活动较密集的游山步道附近, 猴群与食物短缺时, 就会到游山步道附近寻找食物。 因其活动和分布较广, 管理难度极大, 人猴分离管理是一个逐步推进过程, 要根据地形等具体情况来设计方案。